台湾的哈日族不少 很多人喜欢日系的商品 每年创造百亿元商机 那么十年前 由统一超引进台湾的无印良品 在19号出清了股权 未来将由日商百分之百直营 业者强调明年会持续斩电计划 日系家居杂货无印良品 用统一超引进台湾长达十年 却在19号突然划下合作据点 原本统一超和日商 分别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和四十九 日方今年希望增加股权和主导权 统一超考虑长期营运效益后 反而决定出清 以每股八七点八元高价出售 总交易额高达十四点五亿元 不过目前双方都低调必谈 一定会有不一样吧 可是就难期待 觉得他们东西会比较精致 做的会比较好这样子 然后品质上会比较有保证的 不少台湾民众对日商 直接经营颇有期待 看上的就是日本店家的服务 标榜细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服务至上 日排家具宜得利 主工小家庭评价市场 而上万种商品的台龙首创款 则是多元创新 至于大创意便宜实用文明 各自拥有知识客源 我们的国人也喜欢那些日系的商品 那所以其实像在今年度的部分 虽然比较平价经济当道 但是整个在我们日系的商品的成长的业绩幅度 都还有达到一成左右 看准就算不务景气 民众也要一品质过生活 日系连锁店 不放过一年百亿的台湾市场 持续拓展满图 接着在继续路易新北市采访报道